近来台海两岸有关二战中国战场对日作战由谁主导的问题争吵不休 台湾外交部为争取国际间对于国民政府领导对日抗战的更多认识 邀请了二战和战后时期美国几任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前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的孙辈 到台湾出席相关纪念活动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 前总统杜鲁门的长孙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 和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孙女玛丽琴·艾森豪威尔都表示 尽管中国官方淡化二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对抗日本的贡献 但抗战胜利所有中国人都有功劳 克里夫顿·杜鲁门·丹尼尔说 如果北京说是他们的功劳 台湾什么事都没做 他们只是在邀功 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抗日的功劳 那么他们就是忘了台湾还好好的在这里 前台湾副总统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出席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活动在台湾引发潮也不满 总统马英九陆委会和国民党都相继表示台湾党政军和民间人士都不宜前往 以免为中共的抗日使官作为背书 前美国总统的孙辈都表示 他们没有收到中国的邀请去参加纪念二战结束相关活动 不过即便有收到 他们还是会选择来台湾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说 老实说我的祖父母和你们的蒋介石总统与蒋夫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也重视那个关系 台湾国防部8月28号针对中国举行抗日战争70周年系列活动 发布新闻稿指出 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 历史真相不容篡改扭曲 希望退役军人不要参加中国大陆纪念活动 中国国防部前一天说 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相互支援 分别担负正面及敌后战场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辟敌后战场 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 任玉扬的报道 未完整的作用 感谢观看